大家好 欢迎来观看我的书法小视频 这期视频继续临写王羲之的蓝亭积序 并介绍蓝亭区的笔画技法 蓝亭区中的横环和竖环的用笔 大多体现了王羲之用笔一拓直下的特点 横环侧锋起笔 中段挑锋 收笔则藏而不漏 竖环 收笔或仓锋或出锋 但都沉着而不浮华 后时有力 蓝亭区的撇纳收笔有藏漏之分 撇 漏风之初 撇之藏风往往回风顿收 纳之收笔或回或放 纳书写快捷而变为长点顿收 或变为反纳或横环的 如大这个字就是反纳 蓝亭区的点和勾被称为字的眉目 在行书中起到传神的重要作用 点的变化最大 不同字 不同位置 点画各异其态 有圆点 竖点 长点等等 或藏风或出风或连写 这有兴奋的 장管's根本来评众